玉米警分局第三派输所的严谨陈永光在执行勤务时 经过山里部落发现民众制小客车前轮悬空在阶梯前 才发现原来是住在吉安乡一对夫妻因为不熟悉路况 以为活动中心大门前可以回转 没想到居然就卡在阶梯了 警方立即请附近在打篮球的年轻人一起来帮忙 背进九牛二虎之力帮助小客车脱困 玉米警分局第三派输所警员陈永光 情区查询勤务的时候经过山里部落 有民众的自小客车前轮悬空在阶梯前面 才发现原来是住在吉安乡的一对夫妻 因为路况不熟 以为活动中心大门前可以回转 事不知大门阶梯跟路面有落差 造成前轮悬空 车辆动弹不得进退两难 玉米警立刻请附近在打篮球的年轻人一起帮忙 6月民众顶住小客车 再利用民众开来的吉普车 以绳索绑住小客车踩着油门 警员跟民众用尽全力抬车 背进九牛二虎之力之后帮助小客车图困 玉米分局表示 这次几名洗手帮助游客排除困境充分展现了 精力有限 名利无穷的最佳点范 记者高雄雄 卓西乡采访报道